13萬敘利亞富爾德人越過邊界進入土耳其 逃避伊斯蘭國擊進分子的進攻 預計有關數字還會繼續增加 香港13000名大專學生參與罷課集會 啟動為期一星期的罷課 抗議中華全國人大常委會 封殺香港特首真普選 根據阿富汗權力分享協議 加尼出任總統 他的對手阿卜杜拉出任政府長官 巴基斯坦任命艾克塔少將出任 具影響力的三軍情報局局長 在莫斯科有幾千人遊行 呼籲在烏克蘭實施和平 並且結束軍事援助烏克蘭分離分子 由於打敗 在莫斯科有關 我們在莫斯科有關 一圈的主張 我們在莫斯科有關